很多人老爱嚷嚷说 台湾就是没有学英文的环境 或是呢 啊平常都忙死了 要练英文的习惯真的很难培养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呢 那么这一系列英文习惯养成 就是属于你的啰 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herine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 如何帮自己建立一个全英文的环境 以及培养练英文的习惯 我呢 觉得用Google英文版导航 是一个蛮不错的入门方式 嘿 想不到吧 连导个行都可以练英文呢 这呢就要回溯到前阵子 我很认真读了James Clear的书 原子习惯 Atomic Habit 当初呢其实是因为 想要改掉我自己啊 一些拖延症啊 然后又没有效率的坏习惯买的 里面提到一个方式 我超有感 以下是节路书中的话 James Clear说呢 没有行为是独自发生的 每个行为都成为 触发下一个行为的提示 所以建立新习惯最好的方式之一 就是先找出自己目前的每日习惯 然后呢把新的行为堆叠上去 这就叫做习惯堆叠 嗯 好多专有名词哦 我来举例一下好了 比如说最近啊 我很爱挤全联的点数 换一些盘子啊刀子啊之类的 哎 没办法嘛 我就嘱咐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每一次家里御用品快用完的时候 我都只在脑袋中想说 啊 快用完勒 嗯 好像要去买齁 然后勒 之后马上忘掉 我总是拖到最后一刻 用完了 要走投无路的时候呢 我才赶快冲去全联买 但这真的很没有效率 而且每一次我都只拿一张点数贴纸 真的觉得很欧耶 因为如果你没有在挤全联贴纸的话 你就知道周末如果一次买多一点 反而点数会加倍 对不对 诶 等等哦 我等一下 我先说哦 我没有收全联任何一毛钱哦 我只是真心爱他出的那些储具而已 好啦好啦 回到重点 我呢 我就决定要改掉这个没效率 又拿不到点数的坏习惯 所以我决定在手机建立一个 To buy list 每当我发现我的洗衣精块用完的时候 我就会马上开始动作 在手机里打上洗衣精 酱油 快用完了 我就马上记下酱油 然后每一个礼拜一次性的采买 看到那个点数好长一串 真的觉得哇 超过瘾的 我把新的习惯也就是 当下把即将需要买的品项记下来 堆叠在已经有的这些洗衣服啊 煮饭的平常的习惯上面 因此而改掉自己采买很没有效率的坏习惯 所以呢这整件事情的关键就在把想要的行为跟每天已经在做的事情绑在一起 那回到练英文咯 要如何帮自己建立起练英文的习惯呢 当然有很多种方式啊 今天我就先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很多年的小撇步好不好 那就是用英文版的Google导航 我先来解说一下它如何习惯堆叠好了 先说明一下它的原理部分哦 在这个年代我相信大家出去玩 应该已经没有人在看那种一大张的地图了吧 一定都是Google Map直接拿出来直接定位对不对 所以呢我确定大家呢是有这个习惯的 再来就是把练英文堆叠上去哦 把这个Google Map的导航换成英文版 那今天我就先来教大家如何听懂英文导航好不好 那与其说是教 不如说是引导你们如何听懂 因为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其实都有听懂的基本程度 只是呢大家都会怕 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厉害哦 但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好不好 其实你们都一定做得到的 首先我们先猜测 预想一下会有哪些导航的句子好不好 因为自己先主动思考哦 先想个答案 这样子等一下听到正确说法的时候就有那种 啊原来是这样说 那种哇哦的清晰感 而且呢因为你有先想过一次嘛 所以呢也会记比较快哦 OK 来 我们先想一下 平面路段的部分最基本的会有什么 一定会有 告诉你左转或右转嘛对不对 这个你会哦 左转 Turn Lift 所以右转 Turn Right OK这个还蛮基本的我们会 再来再想一下哦 导航都会预告嘛对不对 比如说在300公尺处请左转 或者是走错路的时候 在200公尺处请回转 对不对 来想想看哦 在200公尺处会怎么说呢 哦对还有一个一个我最讨厌的 往北走 身为一个没有方向感的人 谁知道北边在哪里啊 又不是要飘向北方对不对 啊 但算了算了 反正我是来练英文语感的 不是要学方向感的对不对 来同学们一起来翻脚一下你的单字哦 有了一些自己的猜测后 现在我们实际来听听看导航会怎么说吧 首先第一句 第一个比较基本款哦 不过我再补充一下哦 有时候比较口语的时候 比如说 你在问路别人跟你指路的时候呢 有可能也会听到的是 就是make a left make a right 或是take a left or take a right 用make or take去说 OK make a left or take a left 都可以表达 几种用法都很常见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下一个咯 head west head west head west head 就是我们学的头嘛 所以可以想像你的头 往哪里转 往哪里看 你身体就会去那个方向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head 当动词的时候 就可以理解是 要往哪个方向去 对不对 那这里我再补充一下哦 基本的东西南北向哦 东边 East East 西边 West West 南呢 南边 South South 北边 North North 所以刚刚说的 head west 就是要往西的方向走 OK head west 也就是我说的 我完全就不知道西边在哪儿 请看导航图咯 谢谢 来我们再来听第三句咯 In 500 meters turned right In 500 meters turned right 这句话是在说什么啊 如果你当下不了解 听不懂那个 In 500 meters 是什么意思 有多远的话啊 没有关系啊 导航图就在那里给你看 可以看图说故事 怎样都不会猜到一个太瞎的答案 对不对 而且通常你的那个手机导航 左上方也会有一个标记 你就看到还没有要转弯 你就可以猜说 嗯 500公尺之后才要turned right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对不对 稍微猜测一下 所以呢 这里就可以学到 in的一种用法咯 就是表达 在某个距离结束时 要干嘛干嘛 或是呢 另一种更常见的用法 是像这样 嗯 情境是哦 比如说你和朋友约嘛 你就跟对方讲说 诶 我在10分钟就到咯 Hey I'll be there in 10 minutes I'll be there in 10 minutes 这边的in 10 minutes 其实就跟刚刚那个导航的用法相 刚刚是在500公尺后要右转嘛 那这里就是 我在10分钟后就要到咯 I'll be there in 10 minutes 对不对 I'll be there in 10 minutes 我们再听一次这句哦 In 500 meters Turn right In 500 meters Turn right 都是in 这个用法 学起来了吗 那我们再听下一个咯 In 400 meters Make a U-turn In 400 meters Make a U-turn 我们来想象一下英文字母的U的样子 就是从一头这样转一个大圈到另一头 对不对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回转 刚刚你猜的回转是怎么说的呢 现在有没有一种那种哇原来这么简单啊 那种哇的惊呼的呢 有没有有没有 那这个呢 是平面道路导航里面常出现的几句话 再来挑战咯 要开上高速公路咯 一样 我们先来想一下导航会说什么好不好 那应该就是类似那种比如说 左转上扎道或是要下高速公路嘛 在一公里后由右侧出口离开 或是岔路靠右之类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想一下哦 嗯 这个关键字扎道可以怎么表达咧 那这个岔路然后要靠右行驶 又可以怎么讲呢 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哦 学英文最好的方式之一呢 就是先有一个自己的猜测 你不要一直等老师给你答案 一直等等等哦 因为让脑袋处于这种 比较主动的去思考的状态 还是会比这种被动的接收答案来的印象深刻哦 来 讲好了吗 我们来听听看哦 也许现在只有听而没有视觉的辅助会有点困难 对不对 但想像哦 你今天都已经知道你要上高速公路 而且一定会在找上高速公路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呢配合导航的图 当下再听到关键字 in 400 meters 然后咧 turn lift 你大概就知道左转是要干嘛 要上扎道嘛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猜出来扎道是什么咯 他刚刚说 turn lift onto the ramp onto the ramp 那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你先想想看哦 扎道 其实就是从地面连接到比较高一点的高速公路那个之间的斜坡 对不对 所以就是ramp ramp这个字的本意呢 就是这种比较人为搭建出来的斜坡 有时候你从店里走出来不是会有台阶吗 然后台阶旁边通常也会有一个给轮椅走那个弯弯的斜坡 对不对 那有时候呢那些地方的标志也会写上ramp 所以下一次在路上留意一下这一些标志吧 那要考考大家哦 另一个也是表达斜坡的字slope 又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slope通常都会怎么用好不好 比如说你今天就滑雪 滑雪 那你那个雪就是a ski slope 那个山啊这样滑下来的斜坡 对不对 那个就叫做a ski slope or a steep slope of a mountain 其实就是the side of a hill or the side of a mountain or the side of a valley 就是它边边那样子斜下来的地方 所以可以感觉出来差别了吗 一个就是比较人工一点有目的性 打出来给轮椅走方便给车开的这种斜坡 那另一个呢就是比较自然一点 本来的地理环境就是那样子的这个slope 这个斜坡 OK 那我们再来听一次好不好 in 400 meters turn left onto the ramp 懂了吗 好咯 顺利上了高速公路咯 再来想想看还会听到什么 通常就是直直开嘛 或是要到了下交流道的时候 才会有比较重要的宣布事项 对不对 所以呢你可能听到会是这样子 in 3 km take the exit on the right in 3 km take the exit on the right 刚刚一开始学的 in 500 meters turn left 里面的in真的超好用的对不对 一趟路下来其实复习了好多次呢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就只是截取某一段 不然的话真的在开的时候它会 200公尺处再提醒你一次 可能100公尺处再提醒你一次 可能100公尺处再提醒你一次说 再100公尺就要转完了 所以呢可以听好多次哦 是不是炼鱼感 对不对 那这一次呢是 in 3 km 再三公里 要干嘛勒 take the exit on the right 希望这里同学们有 又有一个恍然大悟的感觉哦 下交流道就表示要怎样 要找出口嘛 对不对 就用现成 我们已经学会的字 exit 就好啦 我们再听一次哦 in 3 km take the exit on the right 来 我们一起附送一次好不好 in 3 km take the exit on the right 最后 下了交流道 还会分往左或往右嘛 对不对 这时候呢你就会听到 in 200 m keep left at the fork 我们再听一次哦 再听一次好不好 in 200 m keep left at the fork 没错 你们没有听错哦 就是keep left at the fork 说真的啊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我心里真的是 诶 想了一下 没有听错吧 fork 叉子吗 但因为前方明显就是出现了一个岔路嘛 然后又有一个关键字 left 所以我很确定 当时候很确定知道是要靠左 那后来我就想一下哦 我们吃牛排用那种叉子啊 是手拿着把那个把柄啦 然后上面就会有两到三根这样分出去 用来插东西的尖头 所以发挥一下想像力哦 如果我们今天是绿圈浩克 然后视线从很高处这样往下看这个岔路 不就很像是叉子吗 有没有很好理解 超好记得哦 来我们再听一次这句话哦 in 200 meters keep left at the fork 我们也一起来附送加深印象好不好 in 200 meters keep left at the fork 连音的部分练一下哦 最后一句 turn right then your destination will be on the right turn right then your destination will be on the right 右转之后接着目的地就会在右方了 turn right then your destination will be on the right 这里有没有一个未来是will啊 因为导航都是在预告嘛 所以呢 等一下即将会发生的事情 目的地就会在右手边 will be on the right OK? 不是at the right 也不是in your right 在右手边它固定的用法就是on the right on the right 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三个音节的单字去记 on the right 就是在右手边的意思 OK 好咯 基本上导航常出现的就这几句了吧 就算有其他没讲到的 但今天也教你们如何用视觉 用猜测的方式理解 那下一次碰到其他的内容 就举一反三就好咯 出国旅游问路的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真的也差不多都是这样子耶 所以呢 就稍微运用一下这个猜测跟视觉的能力 这样去理解好不好 不过最后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安全性的问题 a quick reminder 因为担心大家一开始喔 还不习惯全英文的时候 或是一时没有听懂 然后又来不及看导航图 当下可能会慌张啊 或是走错路之类的 可能会有一些危险 所以建议刚开始先导航去 已经很熟悉的地方 或是不需要导航也去得了的地方 当做练习好不好 比如说从公司回家啊 或者是去亲戚家人的家 这样子呢 当下就算没有听懂 或是刚好车里可能有人讲话太大声啊 没听到啊也没有关系 反正你知道路啊 重点是在开车的这场途中 有没有英文的陪伴 OK所以呢 无形中就会慢慢的去接受听英文 看英文的这件事情 其实这就跟我习惯把我的手机啊 我的电脑我的iPad 全部设定成英文版是一样道理啦 让自己很习惯的看 很接受英文的单字 不过这个我之后再慢慢分享咯 哦对了 我好像还没有跟你们说 如何让你的手机变成用英文导航对吧 其实呢你只要到手机设定里面的 语言与地区那里 然后呢把语言换成English 那么你的Google导航 就会很自然变成英文版咯 试试看吧 那原子习惯这本书呢 我还没有全部看完 但是已经发现了 里面有太多太多可以分享的点 所以想说呢以后我就藉由 英文习惯养成的这个系列 来教大家书中说到的 经由细微改变 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 那我会结合练英文 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方案 来建立起每天练英文的好习惯 所以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呢 请记得订阅并按下小铃铛 基本上呢每周四晚上九点 都会在YouTube上面发新影片 但是呢不定期也许也会有 额外的实用小分享哦 那我是Kathryn 我们下周见吧 Bye 谢谢大家 有点感谢